7月23号 鲍里斯·约翰逊成功当选英国新一任首相 多年前鲍里斯·约翰逊曾立下flag 我当上首相会比在火星上发现猫王还难 如今他却成功当选 其实早在16年 鲍里斯在特雷沙梅的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 后来因为脱欧议题与梅宜产生分歧 选择辞职 可惜梅宜未能完成脱欧这项任务 英国脱欧日期从原定的3月29号 延至10月31号 议会内意见不一 梅宜含泪离开 鲍里斯·约翰逊终于如愿上任 作为印脱欧派代表人物 鲍里斯的当选大致决定了未来脱欧的走向 鲍里斯曾不止一次强调 英国必须在10月31号前脱欧 并多次表示 要么脱欧 要么死亡 选一条吧 从脱欧公投开始 就不宜一律地支持脱欧 是鲍里斯能赢得首相竞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脱欧问题上 鲍里斯一直是强硬派 他从未放弃 无协议脱欧 未来英国以无协议脱欧的方式 离开欧盟的概率大增 环球金融家认为 虽然鲍里斯选举之前 关于无协议脱欧的表现十分强硬 说了很多硬话 在演讲过程中多次讲出 伙计们 我们将会重新让英国焕发活力 脱欧这件事会在10月31号之前结束 这类十分自信的话 但是这些话可行性并不够高 鲍里斯为了赢得选举胜任 才表露出如此坚定的态度 在当上首相后 鲍里斯必须要评估 硬脱欧给英国本身带来的巨大伤害 态度软化或是其必走之路 同时在议会方面 英国议会针对鲍里斯的当选 已通过一份修正案 反对绕过协议 强行无协议脱欧 鲍里斯就算是铁了心要硬脱欧 硬脱欧的方案在议会通过可能性 是几乎为零 所以虽然局势似乎剑拔弩张 但硬脱欧的概率仍然很低 在英镑的走势上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鲍里斯上任 行情根本没怎么波动 市场的主力看这些问题 看得很清楚 英国的天踏不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 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